大家好 我是HELLO 如果有看我頻道有一段歷史的朋友 都知道我有一個系列叫做經典酒樓大檢閱 已經很久沒拍了 今次又再拍這個系列 今次我來到石結尾這邊 有一間叫做彩龍大酒樓 這間酒樓就有40多元歷史 而且外形很特別的整座都是它的 事不宜遲 大家跟我一起吧 Let's go 大家如果未訂閱的話記得訂閱 還有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你的支持就是我拍片的動力 多謝 我們在石結尾地站B1出口出 出來我們直走 走到這個路口 我們過斜對面這個方向就是這間酒樓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本身是整座的 我從很遠拍過來才能拍到整座 多麼宏偉 這些都是一些以前舊式屋邨才會有的 整座給到你 如果現在很難 整座都是給你做食肆 走樓自己一間的 當然這附近 除了這間經典酒樓之外 還有幾個經典的 當然不少是藍山村 就在這附近 很多人在上面都會吃東西 還有打卡 還有這裡有一個很舊的屋邨 比較特別的大坑西 而大坑西村是全港唯一比較特別的 是有私人參見的公共屋邨 是由行基當時捐出來的地 因為是補回石結尾的鳥屋大火的 除了這個比較舊之外 還有一大特色的 門口都拍了牌給大家看 可以跳茶舞 其實這裡是有兩層的 除了這裡進來喝茶之外 其實它旁邊就會有個樓梯 我拍給大家看看 它都黏了出來 會有那個彩龍野總會 是可以跳茶舞的 由兩點鐘開始 當然啦 因為疫情關係 停了 最近好像就開了 進來給我想像中是整潔和光亮的 因為我原本想著這些很舊的 應該是重新有翻新過 所以比較乾淨一點 看看價錢 真的很吸引 因為可能這裡都是街坊酒樓 都是以街坊為主 原來它就沒有分早茶五茶 都是一樣價錢的 它由六點甚分早上到兩點 都是便宜的 看到很划算 它一至五 小點都是14元 中點18元 去到特點都是26元 就算星期六日假期 小點都是16元 貴兩元 每樣都是貴兩元 真的很划算 它早茶其實有張紙 特價點心 是十點半 我十點三來到 剛剛說得到尾班車 我看到它再便宜一點 有些竹是11元 有些煎腸粉 就算是叉燒腸也是13元 真的這麼便宜的 點心紙 就不是水蛇春那麼長的 點心紙 它只是一張 例如綠色這個 它大概都是幾十樣 點心 還有11點後 它又開始供應一些老美 那類好像都挺正的 價錢都不太貴 一會兒都點一點 原來我發現到 10點半後 有得點的燒尾飯 都是很便宜的 雞飯20元 去到燒腩仔都是22元 不過留意一下 它供應時間 是10點半到11點半 一個小時 如果要吃這些飯 就把這個時間 還有它門口 標榜說信心保證 全部都是自己做的 點心 不知道行不行 第一樣來了 就是特價的早晨點心 這個就是煎腸粉 這個就是13元 我看到它這麼便宜 不知道會不會縮小了份量 但不是 都是很足的份量 雖然多 看看裡面是否足夠 我反過來看 其實它本身裡面 也有很多蔥 還有一些蝦米 就是不會只是 什麼都沒有 它煎的火口 都OK的 不會說全部焦了 還有這個面子 它會煎到 有一點硬硬 有些焦香味 腸粉 它就比較厚 還有它吃起來 就不是說很滑 很有米香 普普通通 也不是說很差 不過不失 13元來說 算是OK 第二樣都是特價點心 這個牛肉球 14元 都有3顆 尺寸 比平時兩顆 會小一點 但是 它也有足料 也有腐竹 還有它裡面 也有一些芫茜 我夾開來看 裡面其實 它就會比較 我覺得可能 它的粉 還有水 比較多 所以比較軟 也有好處 吃下去 比較滑 牛肉味 就不是說很濃 這個薑蔥牛帕葉 一樣 同樣都是特價的 它也是15元 同樣地 它也沒有偷工減料 裡面也很多 我夾一下夾一下 其實都是正常份量 起碼都有5至6塊 而且不會碎了 每塊都是大大塊 調味也不錯 剛剛好 不會太鹹 也有吃了薑蔥味 它的湯都放滿了蔥 有少許芫茜 咬下去 其實它也是爽口的 但是也不會很硬 我覺得它剛剛好 這個反而我覺得 是三個之中 我是最滿意的 這個蝦餃 好像樣子 我看到它小了一點 還有看皮 就好像差一點 我拆開來看看 裡面其實你也看到 我的皮 都是相對比較厚一點 其實吃下去 它就蒸得一般 它就比較粉 不是那些很彈 那個麵 做得不一般 不是那麼好 蝦裡面其實 還有少許豬肉汁 也有少許香 所以吃下去 蝦吃下去 不是那些很有驚喜 很彈 也很厲害 就是一般質素 整體整個蝦餃 我就覺得 相對比剛才的點心 就差一點 有蝦餃一定有燒賣 也比較 燒賣 它的面子也挺帥 它的蟹子在上面 燒賣皮也很薄 裡面它是以肉為主 有少許蝦 不是非常之多 但是它的肉味 也相對比較淡 質素比較鬆散 可能一些粉 混合得比較多一點點 蝦也不是非常彈牙的 整體上來說 都是不過不失 剛才我說 點一些滷水 點了一個掌翼 這個雖然貴一點點 一向掌翼也貴 看到它就不是非常大碟 裡面應該有一個掌 翼那裡應該有兩個 因為我看到有些尖 也有兩個 數了大概有七至八個 至於味道方面 說回醬汁 它的調味就不是很重 我覺得有少許酒香味 但是滷水味 我覺得香料不夠 稍為淡 一點點 掌翼呢 通常有些它會做到很韌 或者有時候 可能太入味那些 它就韌也咬不到 但是它又沒有這個問題發生 它是相對比較軟 就是比較滑 很容易咬到的 還有滷水大腸 那來到它其實呢 我都有點怕的 因為看到它那個腸 它相對比較厚 很大塊 怕有點韌 不過不知一試一下 它又老得比較深色 另外還有一個腸味 有些薄 薄一點 底下又佔了一些豆腐 豆腐看起來也挺帥 說回腸 這個應該跟滷水汁的鵝掌 應該一樣的 但是呢 它就相對可能老得久一點 它就比較入味 不過呢 它的滷水汁也是香料味不夠 但是還有這個呢 鹽份比較重 相對的鹹味太重了 我覺得是稍微鹹鹹了一點 那好在大腸呢 其實它也夠軟的 雖然夠厚 不會說咬不到 那咬口我覺得是OK 在那個味道上 就偏鹹少少 到豆腐 豆腐回來挺好的 它的皮呢 咬下去也挺煙韌 裡面的豆腐都充滿了豆香 而且也挺滑的 那麼豆腐呢 也有個問題 就是如果它的汁太鹹呢 就會吸收得很厲害 所以還是偏鹹少少 所以我都建議呢 要點回一些 譬如它有些醋給我們 點回就中和會好一點 點到甜品 椰汁馬豆糕 因為甜品不是太多 可以選擇的 紅豆糕呢 你看到呢 其實也挺大塊的 你看到顏色 還有一些份量 你看到的豆也挺多 它白色的也挺帥的 椰汁 高的質感不錯 不會說一夾 好像散開太稀 椰汁也挺香濃的 甜度來說 挺適中 不會過甜 還有紅豆也挺有驚喜的 份量多 而且顏色挺深 咬下去也挺有豆香 而且不會過甜 也不會過硬 那麼恰到好處 反而甜品有驚喜 總結一點 如果食物質素來說 它是自家製 我覺得就 有點失望 整體不是說 跟一般的很大分別 不過幸好它的價錢 比較便宜 大眾化一點 坐的方面 我覺得挺整潔和舒服 不會很髒 也挺乾淨的 最重要是過來體驗一下 附近也有很多景點 可以打卡 拍照 如果你說自家製點心好吃 我建議大家看回 在太子這條片 它那個點心 真的自家製 真的吃得出 我覺得很好吃 這次分享來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這條片 記得訂閱 給個讚 下面留言 和分享給朋友 可以的話 按旁邊的小鈴 一有新片出 你立即收好通知 還有麻煩大家 追蹤我的Facebook 和Instagram 我約定你下條片再見 就是這樣 拜拜 我們來看一下